我是Fashion Boy 我不会飞 可是我很会先飞 大家好我是Fashion Boy 终于我要做我的Q&A了 这个大概是史上最少订阅的Youtuber的Q&A 答应了我就要做我们这次很稠的嘛 你们有很多问题啦 很多都围绕着到底我有多高 五彩四春半 我是Chelast Boy 我不是读Fashion的 我是读大众传媒系 也就是Masscom 我是一个全职的主持人 主持婚宴啊 前唱会啊 电影发布会 是公司晚宴啊 如果你们有活动的话可以找我的吧 因为做Youtube的话可以养活我自己 有一个梦想就是 想要当电台主持人或电视主持人 我最喜欢的出来的牌子是Offwake 很有自己设计的理念 只是我暂时买不起啦 第一个是SPAL 第二个是H&M 第三个是UNIQLO 然后剩下的衣服全部都是我出国的时候买的 我最喜欢去韩国买的 其实我没有去算过 基本上每一个月都一定会买东西 买东西是非常的好啊 它会让我很开心 如果有一天买东西都不能让我开心的时候呢 就是那时候我真的是 过得还蛮烂的 没有一个特定的 如果你是给我学习 因为它的衣服带进棺材的话 它会是这种 我很喜欢穿很Gentlemen style的东西 就好像Justin Timbler 还有Bekum穿的衣服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 男人就是要有男人味 就每个男生都有不同的 reference 我本身比较喜欢小清新 所以我的女神啊 Lois 宋慧桥啊 Shiohyun 然后多华妹 这种类型的 我最喜欢就是VBook的Instagram 因为我很喜欢old school的东西 喜欢人家在old school上面 再加一些新的细节 最重要的是 会看起来Gengarbo 这个是一个没有设计过的东西 它也不是一个梗 而是我跟我女朋友 没有讲话的时候 一个特定的语气 因为本身我的声音 不是一种很温柔的声音嘛 是稍微比较粗 比较严肃 所以我就很怕 用这样的声音 跟女朋友讲话的话 她可能会觉得好像 生气和心情不好 所以我会尝试 把整个东西 可以弄得比较 呃 好听一点 来 给我讲解的是 Bot 啊 啊 Bot 根本就没有想过 因为我其实还蛮不喜欢包的 一开始 我喜欢狗 还有猴子 所以我为什么会养猫 而且会养三只 是因为 之前有 我的女朋友想要养猫 所以我就 养猫啦 是 是 呃 最近刚刚单身 对 DIY的 idea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我的kick呢 都是比较生活上的东西 我发现到 在YouTube上面 有很多tutorial 都比较复杂 所以我尝试用比较 手馋的方法 去做给你们看 是 因为我觉得GT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他是一个天才 因为我很喜欢有自己住间的人 还有 宽散 我超爱穿我自己的东西 我觉得每次穿自己的东西 就有自豪的感觉 所以我很喜欢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我可以成立自己的品牌 希望看我video的你们呢 看完后就会动手去做这些DIY 要记得把你们的成品 的照片 叫 Tag我 那么我的Instagram ID是这个 GD J Park Jackson 刘多华 谢霆锋 他们对自己的东西很有要求 是个完美主义者 我非常向他们看齐 绝对不会去打伤 但是我也想办法去认识他 让他认识我 的可爱 我会对我喜欢的人很好 对不对啦 我婆你看到吗 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对你很好 那个就是我吗 Mini is like Mini is like Bing I thought I thought you gonna do like the jumping untuk 哦,跳,你会吗? 不,你跳,我已经在这里了 为什么我还需要跳 确实你站得正确,你能站在里面 可以吗? 你能学习正确吗? 在谈话,我会用英文给你们谈话 但是我会放中文字幕给你们 因为这两条是香蕉来的 你知道什么是香蕉吗? BANANA BANANA 他们会有个问题 他们问是有两个人在里面 你好 你呢? Joanne 你呢? Joanne 我把你们的名字都在里面 好,好 你们怎么办? 呃...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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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这两个人其实是在这些店链 所以你们可能会知道 你怎么说英文? 是吗? 好 真的 那么常常我都会去他们的店里面拿衣服来做我的穿打系列 就像之前Vivian穿的衣服 一部分都是他们店里面借我玩的 因为他们是卖女装衣服比较多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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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猜办? 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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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为什么穿衣服要穿好看? 就是穿给女生看的嘛 是不是? 你怎么办? 这就是个问题 为什么你怎么说这? 你怎么说的? 你怎么没人? 你怎么没人啊? 你怎么不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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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准 你真的有点多话 是个地方的 因为人们都在这边 所以你会说所以不太难 好 你們已經完成了 你們要開始吧 我們開始吧 好 再見 你們有結尾嗎 所以我們要 要重複雜 我當初 所以講會為什麼當初 要拍Youtube 因為以前我很喜歡拍戲 我常常去Casting 結果Casting是一個很累人的一個過程 然後它會讓你的自信心受創傷 因為 我又會看到 長得比我帥的人 比我優秀的人 比我高的人 為什麼我不自己拍 然後到現在這個階段 其實我拍Youtube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我想要 使我自己的生活過得更有規劃 所以我做的內容 我不想是做現在爆紅的東西 就好像吃拉麵 故事傳說 我都不太會去做 因為我覺得 都很多人在做了嘛 我就不想要做 雖然我知道 它可以更加多人觀看 我想讓我的頻道更美 所以我想要做一些東西 是比較有營養的 然後你們可以陪我去見證我的成長 看著我 提升我的生活數字 然後你們從中去找一些 你們覺得有用的一些靈感 然後也跟我一起去成長 我盡量把所有問題回答的 所以希望你們可以在這個 Q&A裡面更了解我 然後再次要謝謝你們 支持我的內容 我喜歡我的內容 希望有一天 全部人都認識 你們喜歡的Fashion Boy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分享 實在感到吧 實在感到你愛上我一直播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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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